美国环境保护署日前表示 由于在汽车排放检测方面 欺骗金管部门 德国大众汽车可能将会面临 180亿美元的罚款 那调查显示呢 大众公司在车上安装了一款软件 这款软件可以在车辆进行 尾气检测的时候打开 以控制汽体的排放 而当车辆进行正常行驶的时候 这款软件可以将 控制汽体排放的工具关闭 环保署表示 这款软件掩盖了真实的排放量 在关闭的情况下 车辆排放的有毒气体严重超标 最多的时候可以达到限制的40倍 美国环保局同时表示 这些问题车辆并没有安全隐患 所以车主依然可以下车上